欢迎来到KK音乐 玄冰和孙艺珍在3月31日举行婚礼 因为是不公开的婚礼 导致两人的结婚画面很糊 后来才流出高清美图 婚礼邀请了很多明星参加 有玄冰曾经搭档主演的女演员们 孙艺珍这边也有很多好友参加 比如安盛基、张东建夫妇、孔刘和宋仲基都参加了婚礼 因为举行的是不公开婚礼 所以媒体没能进入拍照 孙艺珍的父亲将女儿送到玄冰身边 喊玄冰儿子 看来他们没有伤心 而是收获了一个儿子 站在玄冰的孙艺珍笑得很甜美 都把彼此当成自己的初恋 韩梅曾经报道两人婚后不打算度蜜月 还说想宅家休息 不过他们婚礼后的确是在家休息了一周 11日他们一起出发去美国的机场照备曝光 两人最早的恋情就是在美国购物被拍的 美国可能是他们的浪漫之地 所以他们打算到美国度蜜月 说不定两人的爱潮早就在美国安置好 美国粉丝不多 这样可以安静地享受二人世界 两人衣着随意 高大伟岸的玄冰走在孙艺珍身边 让孙艺珍安全感十足 玄冰还为老婆提包 孙艺珍手上可能拿着老公的外套 两人和很多因为爱情结婚的夫妇一样 充满甜蜜幸福的味道 玄冰是一身的运动妆 而孙艺珍打扮也很休闲 走在大厅 两人还偶尔交换手上的东西准备登记 玄冰和孙艺珍毕竟已经40岁 所以和小年轻情侣不一样 他们同时也是大明星 所以言行举止很得体 没有像小情侣们在大街上亲吻 更没有给人缠绵翡测的感觉 他们表现很得体 因为被很多人知道他们将去美国度蜜月 所以美国的一些粉丝也在机场接机 玄冰和孙艺珍已经到达美国 两人都戴着黑色的口罩 也都戴着帽子 一黑一白 接机的周围有粉丝围观 喊着两人的姓名 他们在推着东西走路 不是很方便 但还是偶尔为大家点头示意 比较的低调 两人推着很多行李来到机场外等车 玄冰在打电话给司机 而孙艺珍幸福地看着帅气的老公 两人很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天吧 两人等车的时候 身边有不少亚裔女性在用手机录视频或拍照 虽然人数不多 但足以证明玄冰和孙艺珍的粉丝还是不少 证明他们的名气不小 在等车的同时 孙艺珍还和老公在聊天 可能两人想缓解等车的无聊 旁边行李上有一束黄色的玫瑰花 不知道是玄冰送给老婆的 还是粉丝送给孙艺珍的 他们出现在韩国机场的时候 孙艺珍手上没有鲜花 可能是粉丝送的吧 有粉丝可能拿着孙艺珍的写真请求签名 孙艺珍没有拒绝 而是很热情地给粉丝签名 没有表现不耐烦或被打扰的感觉 他们现在结婚了 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所以没必要担心被拍货害怕恋情曝光 想不到在美国孙艺珍的人气比玄冰还高 好像没有粉丝找玄冰签名 或许粉丝都喜欢他们夫妇 看着孙艺珍温和 玄冰看起来有点高冷 所以才找孙艺珍签名吧 两人是郎才女貌 非常的养眼 真正活成了偶像剧 CP粉们很幸运 他们磕到了真人CP 希望他们白头偕老 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